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近日,诚意再次凭借其独特的综艺感登上了热搜 而这次竟然是在他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 事情发生在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中 黄景瑜让黄明浩拿出点诚意来交换东西 黄明浩幽默回应诚意在拍戏 诚意不在我包里,瞬间引发全场爆笑 诚意这次真的是人在横电座 更从天上来,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诚意 诚意自带综艺感,每次上综艺都好好笑 问题是他不是故意的在搞笑 他是有非常认真的在玩游戏 但是在戏里800个新演的他 到了游戏里,就瞬间,糟糕,又掉线了 诚意一直以来以其认真和敬业的态度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但他在综艺中的自然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大家常说诚意是一年上一次综艺 上一次笑一年,这次极限挑战中的谐音梗 虽然诚意本人并未到场 却再次证明了他的综艺之王地位 回顾诚意在拍摄电视剧底线时 有一场戏中他有台词说 钱就是钱,别老是诚意诚意的 不知道诚意在拍摄时有没有想到 这句台词竟然与这次的谐音梗产生了奇妙的呼应 诚意的粉丝们也纷纷表示 诚意真的非常有诚意 而且还诚意满满 大家都知道,诚意在拍戏和参加综艺时都非常认真 无论是角色的塑造还是游戏的参与 他总是全情投入 带给观众无尽的欢乐和感动 此次诚意在极限挑战中的意外出场 不仅让观众大笑不止 也再次证明了他的魅力和人气 粉丝们也希望能在未来的节目中看到诚意更多的身影 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 他都能带来无数的惊喜和欢乐 诚意,这位在横店拍戏的演员 通过一场综艺节目中的谐音梗 成功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热议 未来,无论他是否亲自上综艺 观众们都期待他能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和欢乐的瞬间 诚意,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位自带综艺感的全能艺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